- 賦政航特部下市秦良鋒 在家人攢扶之下慢慢往前走上舞台 沒往前邁進一步 都讓現場的醫護人員感動到犯累 秦良鋒還捧著大花束 要送給醫療團隊 因為他五年前在漢光演習時 執行跳傘預演發生意外 從一千三百英尺高墜地 頓時沒有呼吸心跳 第一時間送到台中屋七銅仲和醫院 把他從鬼門關前 就在一間三百英尺高墜地 又回來現在他可以用輔助器走路了 特地回醫院感謝醫療人員 清良鋒說原本他忽明指數三 受傷很嚴重從不能行走 努力至今可以用輔助器走路 還能上下樓梯 要感謝所有人永不放棄幫助鼓勵他 當他可以轉院回高雄時 院長還曾在病床邊告訴他 等好一點再回來看大家 他也信守承諾回來了 在這樣我們醫院照顧了大概四十天左右 他漸漸的好轉 我想這段歷程很多的醫護同仁都非常有壓力 可是也是非常細心的照顧他 讓他慢慢的手上津貼 醫院強調齊良鋒當時墜落高度 宛如從101大樓景觀台墜下 重傷脊椎第二劫 又可以再站起來機率非常小 還好他自己有著堅強的生命任性 不畏懼克服所有困境和關卡 重新贏回屬於自己的人生 華西雙零勝無疑者無疑者台中報導 我是林一文 想要關注體育的朋友們 記得收看五二動起來 然後還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趕快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